子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 象征尊贵 高雅 寓意祥瑞 南国有家墓 其名曰子经 春风拂旭 在中国西南工业重镇 往西柳州市 数百条街道和公园里 杨子经 在明媚的春光中绚烂绽放 这叉自烟红的盛景 是人间最美的景色 子气东来 满城春 柳州 是一座古老而美丽的历史文化名城 是一座在中国唐代 就被称为龙城的城市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 科研人员把第一批紫荆花种苗 带到柳州 经过一代代柳州人的努力 柳州市区杨子经种植量 仅三十万株 成为中国种植杨子经最多的城市 我喜欢花也经常到全国各地去追花 但是我对紫荆花也是一见钟情的 我觉得这个取取花呢 让我感觉柳州更漂亮 它每次出来的时候呢 它把柳州的美丽就是把它放出来的 二零一八年 杨子经成为柳州的史画 紫荆花城 春花秋水 是这座工业城市 生太美的亮丽名片 最美人间四月天 山明水秀 花烂漫 每年四月 柳州市区杨子经静香绽放 一条条粉色花街 将整座城市串联起来 连城一道道走不进 赏不完的紫荆花景 远近游人呼朋唤友 迎着春光拍摄观赏 赶赴一场惊艳人间的紫荆花盛宴 每年春天 我们都盼着花开 我们每天都相约一起出去看花 拍花 怎么看怎么拍都不腻 近年来 柳州不断调整城市工业布局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走出了一条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之路 在中国生态环境部公布的 第几及以上城市国家 把地表水烤和断面 水环境质量排名中 柳州水质连续两年 位居中国第一 在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的基础上 柳州 着力打造花园城市 用六年时间 选择以杨子精为代表的一批景观植物 彩画城市 形成了一花为主 四季可赏的新景观 如今 怒放的杨子精 与柳州经济发展同放异彩 柳州以广西十三分之一的国土面积 创造了广西仅四分之一的工业总产值 基深中国重要的汽车生产基地 汽车最高年产量超过二百五十万辆 二零二一年 新能源汽车产量 占中国七分之一 良好生态环境 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 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相得益彰 让柳州 焕发出刚柔并济的工业城市气质 创造了中国工业城市绿色发展的奇迹 我爱柳州 我爱柳州 柳州是我的第二个家庭 欢迎来柳州 柳州欢迎你 紫荆 这株中国唐室里的家园树 在柳州茁壮成长 柳州这座工业城市 不断向生态大公园的演变 是中国生态日趋向好的一个缩影 也为构建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地球家园 贡献出柳州惊奇 柳州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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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州惊奇